主料,冷藏200克,辅量,油,盐,鸡丝,25克,咸鱼15克,红萝卜30克,鸡蛋一个,蒜苗,葱花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冷饭,葱花,鸡肉,咸鱼,红萝卜,蒜苗,鸡蛋,鸡肉丝成鸡丝,咸鱼泡水10分钟,撕好的鸡肉丝,咸鱼泡水, 后,冲洗干净切成小粒,鸡蛋加入少许盐煎大饼后,用锅铲倒碎上叠备用,锅里加油烧热晃动均匀,加入冷饭炒散,不结婚后闪叠备用,锅里加油烧热,加入蒜苗和红萝卜炒均匀,再加入玄鱼和鸡丝炒匀,加入冷饭炒,冷饭炒的水分干一些,再倒入生抽炒均匀,再加入适量的盐炒均匀后, 倒入淡水炒匀,最后下葱花翻炒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一,把饭先炒再上叠,是为了第二次炒的时候不容易结块,不容易糊锅,这一步随个人喜欢,二游一定要烧热才加入米干炒,这样不容易沾锅三,加蒜苗炒材料会更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